9月2日 韩国总统市和美国白宫分别通过新闻简报表示 三方就核武问题 尖端技术及供应链合作 找地区及国际事务等广泛交流了意见 三方一致认为 如果朝鲜强行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韩国 美国 日本将在国际社会上 采取更强有力的共同应对措施 韩国总统市国家安保市市长金生涵 在结束一日的韩美日安保首长会晤后 对记者表示 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将采取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应对方式 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的方式 专家对此表示期待韩朝核均衡 朝鲜并不处在弃核的轨道上 不能只是一味的纠缠在无核化卫胶上 而是应该采取韩朝核均衡上 这里说的核均衡 不是韩国马上制造核武器 而是通过将美国战术核武器 部署到亚洲地区 从而达到核均衡 如果朝鲜进行核实验 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应对措施 我期待是核均衡 白宫在新闻解报中还介绍 会谈讨论了各方为台湾海峡的 和平与稳定所付出的努力 并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朝鲜不断开发核武器 金生涵前一天还分别和沙利文 秋叶钢南举行双边会晤 但是专家也表示会晤不能乐观 不能乐观 文在寅政府离开后 新政府开始 虽然与过去相比 韩美关系 韩日关系会变得更好 但是整体上 日本对韩国采取的是谨慎态度 所以还存在变数 美国方面最近重新开始韩美联合军演 但是因为电动车问题 还有韩国在佩洛西来时表现出的态度 美国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 这次的会晤是尹薛政府上台后 韩美日国家安保首长首次举行的会晤 新台电视台记者今夜韩国采放报道 接下来行之后 却下来行之后 图案